不知道你们可能没看到,但是星星看到了,然后他就很难过 特别难过 我跟他说没用,他现在就是对他自己小肚子这个事情,他就是和解不了 过些日子就好了 其实星星会因为很多事情,他会睡不着觉 相比,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比较,嗯,不会在意那些事情的人 虽然有的时候表现得很在意,但是我真的不是很在意 你跟好朋友谈到去成都的事情 我就觉得吧,嗯 我就觉得吧,成都可能不适合我 但是他很适合星星 我们也没有说就要定下来,就是可能还是会四处的去逛一逛 但是我觉得吧,适合星星就挺难的 因为,有很多时候吧,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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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会因为一些小事钻牛角尖 却成都不怕拉肚子嘛 其实人都是有适应能力的,我觉得 适应着,适应着,适应着,适应着就好啊 我很多,就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也有考虑 我当然也会为我自己的身体着想 但是我就觉得,哎呀 就是,星星就是成宿,成宿睡不着觉的时候吧 就是还是挺,挺吓人的 而且他白天的状态不是很好 所以就是如果去一个他能很喜欢的地方 他可能就会,他可能就会过得很舒服 而且去的成都,就像他说的,他连面膜都不用敷 哎呀,虽然就这趟成都之旅 我不是很开心,但星星挺开心的 嗯,星星,星星其实,嗯,他就是一个比较喜欢四处旅游的人 为啥不开心?嗯,因为一开始 因为去成都旅行之前,有很多工作要做 然后,而且去成都旅行之前,我的健身就是已经很规律了 而且我一直在长肉 然后我就很喜欢那个状态,我也不想改变 嗯,而且去了成都,手机也丢了 嗯,就就这点不开心吧 其实他倒还好 长时间的玩耍,就会让我觉得很堕落 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虽然,虽然可能,可能大家就是 可能做自媒体本来就不是很忙碌 但是我都会尽量的让自己忙碌起来 我一直不是黑头发吗 我好像染过,我高中染过头发 其他的时候也没怎么染过头发 真的是一个内心不是很叛逆的人 我忘记高中染的什么颜色了 高中其实还挺跳跃的 然后就 我记得染的,应该是黄色吧 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黑头发是最适合我的 可能真的再搬家,妈妈就不跟我们一块住了 嗯,其实也挺好 嗯,妈妈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也有自己的生活 我有的时候觉得,我跟星星两个人住 住的话,我就觉得跟和跟家长一块住是不一样的 其实 嗯,其实当时我妈搬过来的时候 就家里有很多姐姐就说 嗯,就星星也会想家,或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当时没考虑那么多 其实如果要是再重新来过的话 我可能会就是觉得 还是两个人的生活会比较好一些 我搬家了 因为 嗯,因为就是 因为可能是我的母亲 在家里我可能会不会觉得什么 但是你要换位思考一下的话 还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星星的母亲 在家里我也肯定会拘谨一些 嗯,我觉得是 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两个人生活是最好的 就两个人在家里可以 就是想怎么吵就怎么吵 想怎么闹就怎么闹 想怎么疯就怎么疯 所以我觉得当时还是欠妥当一些 没考虑那么多,真没考虑那么多 我就是一个不太成熟的人 你说我妈很包容 但是 就是 是没错 但是好像 我觉得 我觉得 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错误 就是比如说我跟星星在一起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错误 妈妈是挺包容的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要对比 比如说你对比她 不允许孩子出柜的母亲 你就会觉得这个妈妈很包容 你要是对比那些 其他 就是你就会 哎呀 不知道 反正我一直就觉得 如果当时我妈也不同意的话 就是也不会搬过来啊 也不会有后续的任何事情 嗯 但我觉得两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 就有的时候得到家里的支持吧 就是很幸运 得不到家里的支持吧 也不意味着就会过得不幸 我把大家发在忙 我把大家放在马桶上 你们小心一点 我要捡捡指尖 哎呦 你们知道吗 就是那个塔楼牌 我给大家 我给大家讲讲 那个塔楼牌怎么给我算的吧 反正 我觉得 现在在直播间里的 应该都是 家里的 就是 我当时算的是事业和 学业 对吧 他先给我算事业 反正 他给我说那个事业就是 他说 他一开始他就说 呃 你是个很纠结的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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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你是花多少钱算的 咱们别提钱 行吗 咱们主要 我当时也不 我当时都没问价钱 我就觉得那个女生 我看着她 我觉得她慈眉善目的 然后她的摊子前面又没有人 但是她一点都不难过 我觉得她绝对就是有成福 她应该有点东西 然后我就过去找她算了 他说我的事业就是 呃 就是我的事业和学业里面都出现了同一张塔罗牌 然后那张塔罗牌呃 呃 代表的是金钱 就是 他 然后我先就是他说 他当时就是算完事业以后又算学业 他就说呃 你就不管选择事业还是选择学业 都会有都有这张金钱的牌 然后另一个就是他给我算事业的时候 他说呃 我有很多牌都是都是很中立的 就很纠结的牌 就是要不选这个要不选那个 他就说你在事业上也是一个很纠结的人 你可能会选也可能想选的这个也想选的那个 就是你面临的选择特别多 然后学业他算的比较准 就是呃 就他当时算学业的时候他没问我呢 他就说他就问了我学历是什么 我就跟他说研究生 然后他就给我算了 他说呃 他说那你是想考博是什么 我说对 然后他就给我算了 他说这个呃 就是除了那张金钱的牌 还有几张塔罗牌 然后有一张塔罗牌是呃 你这个你这个学业可以开始 就是有一个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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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拿一个棍子嘛 他说你这个学业可以开始 然后另外的塔罗牌显示的是 你开始了以后你你你你面临的困难特别的多 就是可能达不到呃最好的结果 就是呃 如果能达到最好的结果 那就是你克服了种种困难 然后到达了最后呃 但是这个过程是很困难也很繁琐的 他说如果你要是想继续你的博士的话 你一定要考虑好这个点 他的他的意思就在告诉我说你读了博士以后 你会面临很多的糟心事 你会有很多的嗯困难 不管是谁给你的压力 或谁给你的那种挫折都好 就反正会有很多的困难 然后但是他说呃 呃 如果你呃呃 就是不是还有张金钱的牌吗 他就说如果你克服了这些困难 然后你到达了这个最终点的话呃 呃肯定是也是会得到一定的就是回报的 嗯 反正他就说 然后他后来跟我说呃 从你这个事业和学业来看 你就是不读书也行 哈哈哈哈 他后来跟我说 他说你不读书也行 哈哈哈哈 笑死 金钱代表什么 不是金钱就是代表着就是能赚到钱吧 不是爱钱 就是 但是 金钱就代表着他就是说 他就是说 反正你不管选择事业还是学业都会有物质基础 好像是这么告诉我 反正 因为我抽到了同一张牌 然后他就给我他跟我前后对比了一下 反正我觉得他说的挺对 哎呀 现在起来了 你起来了 感冒了 啊 怎么感冒了 我在语音直播呢 你真的好吵啊 我吵 我都没说话 可是我昨天没有听到 我在客厅说话你都听到了 我这么小声啊 快点给我找点感冒药 感冒药 来了 哎呦怎么会感冒了呢 昨天晚上在客厅冻的 还在下面有我这个帅哥的陪伴 然后让你的床办变得很冰凉 哪有感冒药啊 在家没有感冒药 我给你买吧 这张草 这张有 鸡血草片是干嘛的呀 妈妈给你找找吧 妈妈刚进去 行吗 嗯 还是吵醒 妈妈 家里还有没有那个感冒药啊 什么感冒药啊 嗯 那你那种冲击行吗 行 你给姓姓拿一个吧 你让我给姓姓 你们打个招呼 这是直播吗 嗯 안녕하세요 姓姓입니다 嗯 嗯 嗯 姐姐们晚上好 这个是什么呀 嗯 我很难受呀 嗯 嗯 鼻子不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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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快给姓姓 哦在你那儿啊 那啥呀 嗯 这是一个感冒清热颗粒 这是护香正气水 我有这个颗粒吧 嗯 我给你冲啊 还是你直接倒嘴脸 你再喝一个护香正气水 也可以 好 吃了感冒要继续睡吧 玩去游戏再睡吧 不行 游戏现在了 起都起来玩去游戏吧 不行 怎么不喜欢 不行就是不喜欢 我想玩游戏 挺玩的 哎你嗓子难受吗 不难受 那待会吃啥夜里爽吧 我嗓子不难受 我知道吃啥夜里爽 我说不难受 为什么 难受的话就不是吃夜里爽 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直播真的好吵呀 把人家都吵醒 你别放屁了 我都没说话 还说我放屁 我没说话 我真没说话 你这么 你穿的这么好看 你为什么要开语音直播呢 姐姐妹她在家里穿着白衬衫 她穿着白衬衫 然后 我没穿衣服 她穿的好正式 好帅 然后她开语音直播 你们昨天不是夸她的那个锁骨好看 她在家里现在都要穿着衬衫 然后把锁骨露出来 哈哈哈哈哈哈 嗯 想买的花花 我哥今天跟我 我哥是今天啊 还没过时 不用非要拔 不用不用非要拔 你手机放脸哈 能听到的 是吗 她今天跟我 她今天跟我 我买的那个花是蓝色的 特别漂亮 蓝色要鸡 不是蓝色要鸡 不是蓝色要鸡 这不是蓝色要鸡 这是偏蓝色的花 我觉得这个背景好好看 咱们要搬了新家 咱们就弄一个这种背景 就是不是弄一个这种背景 真的很厉害 这不会很尴尬吧 因为她这个影音直播的收听这么好 我真的很尴尬 你真的很尴尬 她脸都红了 这还没有 我以后再也不在客厅玩游戏了 就是我不会开着窗户 再开客厅玩游戏了 那个 因为昨天下雨很冷 我开着窗户 打游戏的时候 你能买个意外线吗 然后把受益人写成我 你能买个意外线吗 然后我这么健康 行吗 行吗 你买个意外线 然后我们去旅行的时候 我在山上给你拍照 咱就是说如果你想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 也要想一个新颖一点 你这样很容易破案的 不是 你是自愿的 我自愿的 自愿什么 自己跳下去干嘛 那你是走这趟多雨吧 还是爬山 可是我脑子比较笨 我想不起来 其他很吸引的办法 哇哟啊 什么办法 别管了 我看那个导国的电视剧 他们都会给自己的男友吃那种维生素 但是那个维生素吧 是那种 买香毒药 这服了你 我还看过一个电视剧 就是今天 看着阳间看的电视剧吧 你别老整那些阴间的电视剧 还有一个电视剧 你这样吃的话 就会 阴阳调和 吃的身退化 身退化 搜 然后就 退化死 老死 也比胖死去 你说什么呢 啊 没说什么 什么叫胖死 没有啊 没说 你这样我会很难过 你为什么要在别人伤口上发言 你刚刚都是让人家那个 身退化 我觉得胖死也比身退化 要差一百倍吧 这是因人而异的好不好 我想胖死 你想胖死关我什么事 我不想 哎呦我真是服了你了 你的眼泪